眼前这位年迈的金刚狼来自西洋红宇宙的废土世界 废土世界里英雄全部死亡 反派掌管美国 金刚狼惨遭神秘客置换 导致他杀害了几乎全部M战警 悲痛至极的他归隐田园发誓永不再战 多年以后年迈的罗根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玛林 还和妻子玛林生下一双儿女 生活贫苦也幸福 但是有一天浩克邦突然把罗根的妻子玛林和儿子女儿残忍杀害 于是悲痛欲绝的罗根带着无尽的怒火几乎杀光了浩克邦成员 在经历过秘密战争2015 大事件之后木狼罗根穿越 他穿越到全心全意的主宇宙616地球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主宇宙616地球的金刚狼早就被爱德曼和金包裹全身死去 木狼罗根明白主宇宙里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直到欺如佳人的X战警们找到木狼罗根 并邀请木狼罗根再度回到X战警的队伍中 拿好八宝纵豆沙纵咸淡五花肉纵水晶纵紫米纵火腿鲜肉纵小龙虾纵藤椒牛肉纵蟹黄纵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视角来到身处于地狱边境的变种人庇护所 现在变种人与X战警都在这里生活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罗根找到暴风女 他表明自己想离开X战警去寻找一些东西 暴风女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罗根 但罗根拒绝了 毕竟暴风女管理这里已经很累了 明白罗根去意觉得暴风女拿出一个迷你手脑 罗根可以通过这玩意随时联系X战警 虽然罗根接受了迷你手脑 但他表示自己还是更喜欢独自行动 暴风女整理了一下罗根的衣服 担忧地表示X战警会需要罗根的 暴风女表示他很需要罗根帮他 因为管理和领导变种人让他感到压力很大 而金刚狼罗根一直是X战警的灵魂任务 罗根明白暴风女的担忧 他表示自己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回到X战警 回到这个大家庭当中 之后罗根离开了地狱边境 唯独回到现实世界 他骑上摩托车继续开始自己的旅途 在经历了废土世界里那么多离谱的苦难后 被苦难压迫到麻木的罗根 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快乐 而如今他在这里 仿佛重生了一次一半 再也不用因为自己杀害X战警而感到悔恨 这种回归正常生活的感觉真的太幸福了 但罗根的确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 那是自己遇见妻子马林并拥有孩子之前的事情 罗根一路开摩托车网上走穿过整个美国 然后继续穿越加拿大网上走来到阿拉斯加 最终他来到常年都处于冰天雪地里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是罗根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这里民风淳朴 各家各户都安居乐业 他想起自己当初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年他因为被神秘客制化而杀害了几乎全部的X战警 心智崩溃的罗根失去活下去的信念 并开始漫无目的地行走 悲痛欲绝的他曾尝试过一死了之 他把头放在火车轨道上等待自己的死亡 但坚硬的艾德曼合金骨骼和自愈英子却不同意 不久之后自愈完成的罗根苏醒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找死这件事不可能达成的 而他知道既然自己活了下来 那就告别过去重新活一遍 于是他偷了路边旅有晾在外面的衣服 然后把自己的X战警服装埋葬在地下 他依然转身离去 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之后他又孤独地独自旅行了许久 久到他的胡子和两病都开始变怀 但依旧被过去所折磨的他依旧想让自己赎罪 于是他找到了让这一切痛苦开始的地方 那便是X武器基地 让他变成金刚狼的设施 但回到这里的罗根忘记了一个问题 那便是这么多年过去吗 废弃的X武器基地早就被人占据了 面对流浪者们的武器威胁 不想打架的罗根立即举起手表示投降 罗根想讲道理表示自己以前住在这里 但流浪者们直接用枪托砸罗根的脸 表示这里现在是他们的地盘了 流浪者们觉得罗根肯定是敌人的赤后 因此抓着罗根一顿盘问 罗根虽然没有出手 罗根撑起身子警告他们不要太过分 但流浪者们并不在乎罗根的警告 生气的罗根逐渐握紧拳头 仿佛艾德曼和金利爪下一刻就要出脚 但生气的罗根迟疑了一下 最终他还是放弃战斗选择屈服 杀害X战警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太重的心理阴影 这使得他发誓永不再伸出利爪也永不战斗 这时候流浪者们听到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流浪者们的领头人出现并阻止这场暴行 这位流浪者的领头人便是玛琳 这也是罗根第一次遇见玛琳 温柔的玛琳把流浪者们赶走 然后询问罗根应该不是坏人吧 罗根表示自己当然不是坏人 自己只是路过 玛琳让罗根别在乎刚才那些人 他们都是为了逃避战争和杀戮而赌到这点 罗根看着玛琳说道 我也是 时间回到现在 木狼罗根找了一份工作并成功在这里住下 这种简单且远离杀戮的日子让他感到满足 他只需要在这平凡的日子里工作到天黑 然后再回家喝杯啤酒沉沉睡去就能结束一天 今日下班时 罗根发现一头毛茸茸的流浪狗 罗根立即从怀里掏出食物 就在他喂流浪狗时他听到了清脆的声音 罗根扭头看过去 他看到的是一个应该还没有十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让罗根不要喂流浪狗 不然流浪狗会一直缠着不会离去 罗根吐槽小女孩肯定是被他妈妈这样唠叨狗才会这么说 小女孩当即伸出舌头回堆吐槽 其实小女孩很喜欢这条流浪狗 他也很亲近罗根 一来二去两个人便逐渐熟悉了 看到这个小女孩的出现 罗根知道自己的确来对地方了 小女孩其实经常投喂流浪狗 但小女孩的妈妈告诉他 流浪狗有一天一定会咬他一口 小女孩天真的抬起头问罗根 你叫什么名字 罗根温柔地回答 詹姆斯 你呢 小女孩声音清脆地回答 我叫马琳 记忆中的马琳与小女孩的脸庞重叠在一起 因为小女孩马琳就是罗根以后遇到的那个他 而罗根这次来到这里便是为了他而来 小马琳在未来将会成为罗根的妻子 罗根当年遇到马琳时感受到了自己的灵魂与他契合 罗根明白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小马琳在一起 再也不会和马琳拥有儿子和女儿 但罗根依旧决定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 用自己的一生来守护小马琳安全长大 这一次罗根发誓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 流浪狗在雪地里闻到了陌生的味道 他开始循着味道慢慢找过去 突然小狗发出痛苦的叫声 下一秒小狗被人杀害了 而杀害他的人正是循着罗根而来的反派 领头的人正是死亡女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掠夺受阻之的反派 得知罗根回归的他们迫不及待追鬼 这一次辛仇旧恨都要一次性和罗根清算 早晨 太阳才刚刚升起 小镇上比较角落的一间小木屋 罗根已经来到这里两周了 这两周的时间里罗根睡了几十年来最舒服的觉 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抛之脑后 但是很快他就被急促地敲门声叫醒了 打开门后看见的是自己的罗莉爱妻小马琳和丈母娘 妈妈带着小马琳来找罗根 小马琳很难顾问罗根有没有看见那条叫汉堡的流浪狗 为了找到那条小狗 小马琳今天连学校都没去 罗根表示很抱歉他没看见小狗 这段时间小狗都没出现在附近 小马琳顿时急地流下了眼泪 他担心小狗可能遇上什么危险 妈妈劝小马琳先去学校 等放学了继续找 但倔强的小马琳不太肯 罗根蹲下来安抚小马琳并劝他去学校 并表示自己一定会帮他找到小狗的 被罗根哄开心的小马琳立即跟随妈妈去学校 罗根和他会守到别 而罗根没注意到有人在盯着这一切 罗根通过自己的鼻子闻到了小狗的气味 他开始在这个小镇里面寻找了小狗 罗根寻着气味慢慢走到了森林当中 他来到小镇的初心是为了保护马琳 因此为了保护马琳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很快罗根找到了小狗 准确的来说是小狗那早就被冻僵了身躯 罗根决定告诉小马琳说小狗离开了小镇 起码这会让小马琳没那么难受 但罗根蹲下来检查了一下发现情况不对劲 小狗不是遭到熊的捕杀 而是被人杀害的 紧接着罗根再度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是润滑剂和机油的刺鼻味道 很快罗根来到山定看到山脚下的直升飞机 他顿时明白自己来这个小镇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因为有什么东西跟着他来到了这里 突然间罗根听到了震耳欲门的爆炸声和枪声 罗根赶紧往小镇的方向冲过去 他看到中枪躺在地上死去的人 没有中枪的人正在慌张地逃跑 突然间枪声停止 紧接着一枚炸弹在罗根的背后爆炸 出现在罗根面前的人正是掠夺兽里的反派碎骨魔 经过高强度改造的他下半身是一辆坦克 上面装载着加特林和大炮等重火力武器 碎骨魔看到如此年迈的金刚狼感到惊讶 问罗根为何突然变得如此苍老 在小镇内 这是碎骨魔开启加特林瞄准罗根 之间凶猛的加特林不但发射子弹打在罗根身上 爱德曼合金骨格为罗根抵挡了大不死伤害 他顶着威力和冲击力都巨大的加特林不断逼近 最后他冲到了碎骨魔的面前 爱德曼合金转的三下五头二斩掉了加特林 但碎骨魔对此一点也不慌 他的腹部居然伸出一根炮弹 下一秒碎骨魔发射炮弹把罗根直接炸飞出去 威力巨大的炸弹让罗根不得不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而碎骨魔表示他还没结束呢 碎骨魔的坦克履带压在罗根的腿上 剧烈的疼痛感立即刺激着罗根的大脑 虽然爱德曼合金骨骼不会被碾碎 但是双腿的肌肉已经被碾烂成肉泥 很快碎骨魔的坦克身躯已经彻底把罗根压在身下 他叫嚣着罗根不会这样就死了吧 下一秒力找刺破坦克的护脚 顽强的罗根直接用双掌撕裂碎骨魔的坦克身躯冲了出来 和爱德曼合金相比较 碎骨魔的坦克还是太脆了 坦克下半身彻底废掉的碎骨魔倒在了地上 罗根伸长爪子表示自己的爪子比坦克履带更好呢 紧接着他把利爪刺入碎骨魔的脖子 嚣张至极的碎骨魔就此死去 这时候小镇上勇敢的警察出现并拿枪指着罗根 罗根赶紧表示自己是好人 是来救小镇的 警员缓缓放下枪并选择相信罗根 罗根指挥警官需要再找个帮手 然后集合小镇上的人躲进镇子的采矿场内 只有那里的防御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 而罗根则需要单枪匹马地继续去对付那些杂种人 罗根迈着还在玉河中的双腿赶路 他知道掠夺兽们会找到这里都是自己的错 他以为自己来这里可以保护小马铃 却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把灾难带到这里来 现在他再度害死了很多人 但他仍旧在想办法挽救这一切 幸好自己可以用暴风女给他的迷你手脑 来呼叫X战警们对付掠夺兽 但罗根觉得那是最后的办法 他想靠自己来拯救这一切 小镇上的居民在警察的安排下逐渐躲到了采矿场 罗根找了一圈后回到了这里 警员表示自己应该找齐了所有人 但小马铃的妈妈表示小马铃还在学校 学校里还有很多孩子被困在地下室 警员表示自己派人去接孩子们 怎么孩子们还没被送回来 罗根明白肯定出事了 他得过去一趟 警员表示罗根都站不稳了就别去了 但罗根扭头就走 这一次他必须去 他发誓这一次一定要保护好马铃 视角来到学校的教堂内 孩子们正躲在教堂内的地下室里避难 但是门忽然被人打开了 长得像蜘蛛一样的怪人冲了进来 名为口罗的反派表示要给孩子们好好上一课 这时候罗根出现在口罗的背后 紧接着口罗整个人都被拽出屋子 在孩子们看不到的视角里面 口罗正在被罗根拆解 小马铃担忧地看着门外 最终浑身是血的罗根走了进来 小马铃看到是罗根进来顿时兴奋起来 害怕至极的小马铃紧紧抱着罗根哭泣 而罗根指挥孩子们一定要趁快逃走 孩子们表示外面有坏人 他们不敢走 罗根蹲下安抚小马铃 并让马铃带领孩子们去采矿场 罗根不断鼓励他 让他勇敢起来 而小马铃在罗根的鼓励下也决定信任罗根 在小马铃的带领下 孩子们决定跟着罗根一起离开 刚走出去的时候 可以看见门口有口落的脑袋 带着孩子们走出门口的罗根不断闻着空气 下一秒察觉到危险的他伸出了力章 罗根对小马铃说道 待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管 一直不回头的往采矿场跑 小胖蹲问到底发生什么 罗根大喊表示这里有敌人 话音未落 一名敌人就出现在罗根的面前 就在这时候又是一名敌人抓住了一名小孩 他举着枪威胁道 投降吧金刚狼 不然小镇上的人都要死 罗根曾经以非常混乱的状态成为金刚狼 然后在日本以一名武士经历混乱的人生 他曾亲自首任过许多挚爱亲朋 也曾见过妻子儿女死在自己眼前 他曾无数次想过结束自己的一生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他曾一次又一次地相信自己可以解决一切 但最终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混乱悲剧 而罗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战斗到 面对敌人的要挟 罗根仍旧伸出力爪准备战斗 他也警告敌人赶紧放开那个孩子 话音刚落罗根的力爪就瞬间插入敌人的脑袋 罗根一脚将被捅死的敌人踹踩 然后叫小马林赶紧带孩子们躲到采矿场去 这时候罗根忽然被瘦弱的敌人捅了腰子 罗根反手斩断敌人装在手上的剑 然后他拔出贯穿身躯的剑 问掠夺兽为何要来这个小镇 但敌人没有回答 只让罗根赶紧投降 忽然就杀了小镇全部人 没有得到答案的罗根用断剑贯穿敌人肩膀 继续逼问掠夺兽来这个小镇的目的 受众伤的敌人表示他是听令行事 有人想要利用罗根深爱的这个小镇狠狠伤害罗根 而这个人正是与罗根由莫大渊源的死亡女士 下一秒这个敌人的头颅飞起 罗根斩杀了他 并赶紧往采矿场的方向跑去 混乱与痛苦 永远纠缠着罗根 无论罗根身处何处 他都会找上门 敌人们知道自己杀不死金刚狼 因此决定杀害金刚狼身边深爱的一切亲人 罗根这辈子都在试图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 他活了几百年 他阻止这样的悲剧数百次之多 而自从来到这个小镇开始就明白 最终的结局一定会是个悲剧 一路急速奔跑的罗根赶到了采矿场 但他还是来迟了 此时整个采矿场的居民都已经倒下了 唯独小马琳和他的妈妈还活着 死亡女兴奋地看着罗根 表示最终只剩他和罗根了 马琳妈妈流着泪对罗根喊救命 罗根对死亡女说道 放了他们 我和你的事与他们无关 但死亡女表示自己不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听说死去的金刚王复活了 感到愤怒的他决定亲自来验证一切 然后再度见证罗根彻底死去 但他没想到罗根居然真的还活着 只是变老了那么多 而他看见罗根对马琳一家那么亲近时 就有了一个计划 他要让罗根决定 马琳和他妈妈谁活下去 罗根劝死亡女不要做得那么绝 但死亡女根本不听罗根的劝动 他想要知道罗根到底是会选择这个小女孩 还是选择让马琳的妈妈活下来 感到绝望的马琳妈妈流下了眼泪 心中做出决定的他对罗根说道 罗根答应我 照顾好马琳 罗根悲痛的低声回答 我答应你 死亡女明白罗根已经做出了选择 于是他把小马琳丢出去 这时候罗根大喊 你瞄准他了吗 死亡女被罗根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喊梦了 下一秒枪声响起 一发子弹贯穿了死亡女的腹部 小马琳妈妈立即捂着脑袋躲起来 这时候警官从从死亡女的背后走出来 表示自己瞄准了 罗根表示干得漂亮 然后让警员带马琳母女赶紧离开 因为接下来就是罗根和死亡女的单挑了 死亡女表示自己不是唯一想杀掉罗根的人 而罗根的命运便是被人不停追杀 罗根表示也许自己的命运是这么悲惨 但这些无辜的居民不该如此 马琳妈妈带着小马琳快速离开了这里 死亡女伸长爱德曼和金指甲准备战斗 罗根也伸长爱德曼和金爪子叙事待发 随着一滴血缓缓落下 这场战斗也在紧张的氛围中开启 罗根率先冲了出去 罗根伸长力爪突刺 但是使死亡女灵活地跳起来躲逼 紧接着她一脚踹在罗根的下巴上 死亡女平稳落在地上 罗根擦拭着自己流出的鲜血 结果突然就遭到了死亡女的力爪攻击 死亡女抓住机会继续攻击 竟然直接用力爪贯穿了罗根的腹部 然后她把受到重伤的罗根踹倒在地 嘲讽罗根就该老老实实地死去 罗根受到重伤甚至露出了左脸骨骼 痛苦至极的罗根没办法立即爬起来 察觉到情况不对的警官勇敢地站出来阻止死亡女 年迈的罗根等不到自愈因子治愈身躯 他仍旧坚强地站了起来 死亡女此时正打算杀死警官 罗根努力挪动双腿跑过去 警官的性命危在旦夕 下一秒冲过去的罗根成功用爪子斩掉死亡女的双腿 他明白自己无法逃避这混沌的秘密 因此他决定也化身为混沌或者愤怒 罗根立即转身将双掌捅入死亡女身躯来个透心鸭 紧接着他发出咆哮将死亡女的机械身躯撕烂 宛如癫狂一般的木狼罗根把愤怒和死亡全部宣泄出来 最终他成功战胜了死亡女 可重伤的罗根也因此彻底力竭 他没有力气去追杀狼狈爬走的死亡女 只能目睹他缓慢离去 最后他抬头看着不断飘落雪花的天空 渐渐陷入了昏迷当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听到有人叫他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只挺早身上的小鸟 紧接着他醒来看见陪在自己身边的警官 警官表示重伤的死亡女坐直升飞机离开 而警官已经叫了相关部门赶来处理这件事 罗根紧张地问小马林怎么样 警官表示小马林和他妈妈都没事 就是被吓坏了 小马林在到处找罗根呢 罗根交代警官好好保护小马林和他妈妈 而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该去见小马林了 这只会为他带来无穷的威胁 罗根虽然救了小马林和他妈妈 但他没能成功拯救小镇上的人 罗根站起来决定离开这里 警官问罗根这是要去哪里 罗根表示自己会离开这里 离小马林远一点 他让警官为小马林带一句话 告诉他 我很抱歉为他带来这些灾难 说完后罗根转身走入那逐渐落下的夕阳当中 不放心的罗根焚烧了掠夺兽们的尸体 小马林和妈妈也成功被赶到的相关部门救援 当年他在废土害死了马林 如今他差点重蹈覆辙 罗根经过这件事后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便是自己活了太长时间 有太多敌人盯着他了 他原本来到这个小镇是想保护马林长大 用自己的守护来弥补自己在废土欠马林的一切 但最终他明白最好的保护只有一种 那便是远离他 不仅是远离马林 而是远离一切自己亲近的人 除了死亡女士之外 还有许多敌人都在找他 罗根受够了被那些敌人一个个找上门 既然自己这辈子都在混乱与死亡中度 那么自己不如化身为混乱和死亡 然后对那些基于自己生命的敌人带去惩罚 这一次木狼罗根决定复仇 下期视频 老狼罗根终于和亲如女儿的李千焕再度见面 罗根重返日本解决旧日恩怨 与妻子马林的过去揭露 不断回忆悲惨过去 木狼罗根迎来阶段性完结 下一期木狼罗根是罗根的故事的阶段性收纹 后续还有非常长的故事可以慢慢讲 很多小伙伴期待的罗根死都占尊浩克的故事也在后续内容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最近文案有不少错落 是我粗心大意保持 很抱歉带来不好的观感 也感谢各位的积极指出 欢迎各位观众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留言评论想看这些故事 就有可能被选中作为制作成下期视频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说出想被爆菜名的菜品 真的很感谢各位观众看完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和评论留言点赞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